回到桃園視察國道二號增設中路交流道 鄭文燦從市長變成副院長 執政團隊盡全力拼建設 要讓民眾很有感 金新聞最新民調總統及內閣施政滿意度 蔡總統拿到過半數 百分之五十點五民眾表示滿意 不滿意的則是百分之三九點二 非常的有膽子有見識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遣見國造安IDS 就決定就是我們做 我們就去做了 他的幕僚會跟他吵架 這個我是有一點尷尬的在 很尷尬喔 坐在旁邊 應該是長官部署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有時候像朋友一樣 有一點 這一點說老實話也是蔡總統的特質 從內政到拓展國際能見度 都是民眾對總統的評分標準 那還得有內閣團隊一起衝 檢視成內閣施政表現 有百分之四七點六民眾表示滿意 認為不滿意的是百分之三六點六 對陳內閣 當然我想他的民調 應該是跟蔡總統相連結的啦 相較於過往 譬如說陳一點跟馬英九的一個 看守內閣的時期 其實已經是相當不錯的 距離520倒數兩個月 蔡總統及陳內閣 要保持能守能攻的能量 直到最後一刻 近新聞最後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serial衛棋 三鷹 鷹 檢視 第15